空手道小清新文資雲 上屆人穿亞運一路過關斬將 踢下金牌 他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在七月中的押競賽 在杜羅金取得三連吧 文資雲希望可以帶來這股氣勢 在亞運大下四方 國中老師來找我 叫我去丟壘球 叫我當那個儀壘的投手 然後家雲就看著我說 你不要去 你就好好打空手道 以後你就是世界冠軍 文資雲空手道女子55公斤量級選手 外號小清新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看似生涯一路順遂的他 曾在2013年遭遇一連串挫折 包括亞頂賽金牌戰受傷 右髮關節軟骨破裂 又在努力復健的時候 碰上父親生病 但文資雲都沒有被擊倒 上誘後在2014年仍穿亞運 一路過關斬將 踢下金牌 亞運金牌對我異議呢 其實是我從小到大 我一路在堅持的事情 就是在那個時候 總算有了一個收穫 然後對家裡也有幫助 我覺得這個是蠻感動的 2016年市井賽 文資雲奪得銅牌 這是台灣近30年 在市井賽的唯一一面獎牌 接著2017年4月 積分排名還衝上世界第一 儘管今年初因為太在意積分 接連在法國 杜拜公開賽勢力 不過他在3月的荷蘭公開賽 一掃低潮 摘下2018年首面金牌 就是教練團跟隊友都互相支持 然後其實練習整個氣氛也還不錯 所以就不斷告訴自己 因為自己並不是一個人 然後背後還有很多人在激情 所以就這樣一直鼓勵自己 然後大家互相鼓勵 所以就慢慢走出低潮 文資雲9月加滿25歲 今年最大的目標就是8月的亞運 這段期間積極備戰維持體能 期待文資雲能在雅家打亞運再度稱霸